当房车遇上限高,今天我们驾驶房车准备向大连新海广场出发,刚开了几分钟就发现前方正在修路,隐约的看到旁边有一条土路可以走,我们准备试一试,结果走到路的尽头被一个两米的限高杆拦住了去路,与此同时,我们身后还有一辆大卡车正在向我们驶来,卡车师傅开到一半,可能也是看到了限高杆,又退回去了,我们也不再坚持,准备掉头回去找一找别的路, 不一会儿,导航就分配了另一条新路,我们也成功地避开了限高杆,我想凡事发生,不管好的坏的,必有其目的,否则也不会让我遇见这么多织繁叶茂的苹果树,问了一下当地人,像这种高品质的苹果也才三块多一斤,味道也是爽脆甘甜,我叫L先生开着车,我坐在副驾驶唱着歌,不知不觉就抵达了目的地,新海广场,时隔六年,我们又回到了这里,不禁感叹时光飞逝,